一艘名为泰坦号的潜艇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天早上 向铁达尼号残骸地点潜水约1小时45分钟后失去踪影 美国和加拿大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派出船只和飞机 搜索这艘失踪的潜艇 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 潜艇上有一名驾驶员和4名乘客 据说这艘潜艇可以在水下停留96个小时 但不清楚潜艇是否已经在水下 还是已经浮出水面但无法通讯 美国与加拿大的船只和飞机 已经涌入美国马萨诸塞州南部柯德角 移动约1450公里的区域 一些下降的深纳浮标可监测至3962公尺深度 超过铁达尼号所在的3800公尺深度 运营这艘潜艇的私营公司 海洋知名探险公司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正在调动所有选择来营救潜艇上的人员 其中还包括了定居在阿联酋的英国 一万富翁哈丁 根据海洋知名探险公司网站显示 此次探险每名乘客需要花费25万美元 潜艇将从加拿大纽芬兰圣约翰开始 然后向大西洋潜进约640公里 到铁达尼号残骸地点 我们整个玩法都要用这个游戏 来吧 来吧 嗯